論壇是放在這個雲端上面 所以教學論壇裡面點擊進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前三次上課的內容 所以如果你回去想要複習的話 可以點選 那上禮拜的重點 上禮拜的那個內容大概就是 我把它錄製下來 原則上就是這個八個段落 裡面的話基本上我們比較重要是 輸出那個這個 星號輸出三角形 ok 也就是說 回去的話我是建議 可以的話最好是自己開一個空白的文件 然後自己寫寫看有沒有辦法 輸出一個星號三角形 三角形的話是1到13顆星 另外的話呢可以把它反向過來 再來的話就前面加空白 並且把它改成 本來是直角三角形 改成等腰三角形 ok 那等腰三角形就變兩邊 這部分當然解的方法我講過了 基本上那個解法並不會有唯一的答案 也就是說你當然盡可能想想看 尤其等腰三角形 我至少提供兩種解法 當然一定會還是有可能有第三種解法 第四種解法 不過這當然就是 你盡量我覺得最好的解法就是你自己想出來 而且是你自己思考過的 然後應該是最好記 而且最精簡 那如果說你要去考證照的話 當然如果是自己寫的這個解法 基本上考試的時候也比較不容易忘記 或者的話如果你是被別人的答案 其實真的很容易就忘記了 這個屢是不爽 因為之前也蠻多同學是 被別人答案 那考試的時候可能會忘東忘西 但如果是自己想出來的 自己解出來的 那相對也會比較不容易忘記 那另外的話等腰三角形 我有方法一方法二 方法一的話 也許就是說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減掉 減掉1 乘以2減1 或者說反過來 其他方法也許想想看吧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呢 除了for回圈之外 在那個python裡面 還有所有的fire回圈 所以要怎麼樣把for回圈 如果我要改用成那個fire回圈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至少會有三個地方不一樣 這個可能要特別的注意 那當然呢 跟各位講 回圈的部分 主要當然for回圈跟fire回圈 其實不管是python也好 或者是其他語言 像c,c++,java 其實大概基本概念都一樣 vba也是一樣 一樣是有for回圈跟fire回圈 所以你把這個東西學會 其他地方程式語言 大體上我想也是相通的 那這兩種 這個回圈最大的差異 基本上可以這樣講 for回圈是有個範圍的 所以後面的話會有個清單 大部分會接forI in range range給它一個範圍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用f回圈的話 就是不是範圍 而是後面加上一個邏輯判斷 就是說那個後面邏輯判斷 如果為true的時候 那就進回圈 如果為false就跳裡回圈 原則上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我們後面有練習 就請各位同學 把那個就是什麼表 原來是for回圈 改成fire回圈 OK 所以回去的話請各位 一樣把這個在做練習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也做了兩題 一題是那個直數判斷 所以呢 你們也可以想想看 假設我想要輸入一個整數 這個整數輸入之後 那判斷說它是不是一個直數的話 那這個程式該如何寫 那寫的方法當然 我們後面其實也有優化 就是說本來是兩個邏輯判斷 那把它改成一個邏輯判斷 就是當它被整除的時候 那我們就跳出說它不是直數 因為它已經就是不是直數了嘛 那比較關鍵地方就是後面一定要加一個break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一個break的話 那它的回圈會不斷的繼續 所以break其實非常的重要 尤其在回圈裡面 你要讓它跳離的話 這個地方特別特別的注意 加一個break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拆數字遊戲 那上個禮拜的話呢 原則上我們就講到那個拆數字 那如果說假設今天我們需要利用回圈 寫一個有關拆數字的遊戲 那這個拆數遊戲 大概基本需求這樣 第一個啦 讓使用者輸入 輸入之後的話呢 然後我們取得使用者輸入的一個整數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利用那個電腦random 乱數跑一個這個乱數 就是1到20之間 然後呢我們取得這個乱數之後 再跟使用者的這個輸入的值比對一下 那比對的話不外乎有三種可能 一個是這個比這個 比如說拆的數字 比乱數還要大 所以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數字應該太大了 要小一點 另外相反是比它小 比它小的話就是顛倒 那其他第三種就是說呢 如果拆對的話 拆對的話一樣就break掉了 所以喔程式該如何撰寫 那這部分的話當然我們上個禮拜 所以我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程式 再把它打開 請各位記得 每一次的作業 就是練習的話 請各位還是務必把它儲存起來 也就是前面講過的 我們就把它儲存 存檔起來 給它一個名稱 它中文、英文其實都可以 那再來的話呢 上個禮拜講到的部分 剛剛提到幾個重點 第一個 我們如果要讓電腦產生亂數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當然 我們最最最重要的部分 就在這裡 這兩行 那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 Import 這個Import 關鍵字很重要 也就是說 我們假設需要某些功能 但是內建的python 函式庫裡面沒有的話 那我們基本上 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 就是 引用那個外部的那個模組 OK 以比如說產生那個亂數部分的話 就是 誒?怎麼樣? 第一個 如果你要亂數產生一個數字的話 記得要Import一個Random 就是 用ImportRandom這個模組 那你想說 那為什麼需要Import 特別注意 因為python不是所有的模組都幫你 已經都 都載入 所以有些那個模組 比較特殊 或比較 應該說比較少用 就它會不幫你這個 預先載入 所以 如果像Random 假設要亂數的話呢 那這個功能 我會用到一個叫Random Range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的話 基本上有點像 之前那個Range 就是你要1到20的話 記得喔 從1開始 那後面的這個數字的話 就是停止的位置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要產生到20的話 記得喔 一定這個後面的數字要給21 這概念跟那個Range其實還蠻像的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利用Random這個模組裡面的這個Random Range的方法 產生1到20亂數的一個數字 那我們可以把它存到RND裡面 OK 那再來的話呢 當然我們已經有個亂數了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可以讓使用者輸入 那輸入的時候一樣 輸入一定是文字 所以我把它轉成INT 轉成整數 然後再來做比對 可是呢 比對的話我不知道說 到底它拆幾次會答對 所以喔 如果不知道 到底次數是多少 也就是說 我們沒辦法用FOR回圈 因為FOR回圈的話 變成它有個範圍 比如說我給你拆10次的話 那我可以讓你FOR IN RANGE 1到10 1到11 可是問題如果我不知道你拆幾次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我可以用FOR回圈 OK 那FOR回圈的話 後面其實基本上是需要加一個邏輯的 那邏輯你想說 老師你為什麼加一個1冒號 其實上禮拜有講過了 1的話其實是True OK 當然你也可以打一個True 你也可以打一個True 不過基本上呢 你打FOR一冒號跟FOR True 它的意思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 當然呢 以我的習慣 打字打越少越好 所以呢 當然有點像偷懶的概念 那所以我就打一個FOR一冒號 所以以後 你看到那個FOR一冒號 其實就等同FOR True 那什麼叫FOR True 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這邊不是一個邏輯判斷 你怎麼打一個True 那意思是說 不管怎麼樣 反正你就一定不 不管怎麼樣 你就一定要進入到回圈 但是特別注意 如果你以後呢 有用到FOR一冒號的話 那記得你在那個 這個你底下的下一階的程式裡面 一定要有BRAKE 也就是說 這有點像油門踩下去 那你到什麼時候 一定要停下來 就是當他答對的時候停下來 所以特別注意 有FOR一冒號號 記得你的程式裡面一定要有BRAKE 因為如果你沒有BRAKE的話 那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煞車 那沒有煞車就直接撞上去的意思 OK 所以這個地方 要特別特別小心 FOR一冒號號 那這個寫法有點蠻 蠻固定的 如果今天 反正你就一直做就對了 假設你今天 是希望程式 你就一直做 做到某一個條件 出現的時候 那你就BRAKE 所以特別注意這兩個是搭配的 那我剛剛講過 有兩個邏輯 所以喔 不外乎就是G 怎麼樣 G比RND小 所以第一個邏輯判斷 G小於RND 那就PRINT什麼 太低了 請你高一點 就跟那個 使用者講一下 你這個太低了 所以我們就回答高一點 所以再來就是 還是要讓他輸入一次 那反之 所以第二種可能 這樣的顛倒 就是G如果大於RND 就是他輸入的值 比那個 亂數還來的高 太高了低一點 OK 那請你再猜一次 那反之的話 就猜對恭喜 就BRAKE OK 所以呢 理論上這兩個 如果是1V跟AOSV 他基本上 會再回到什麼呢 回到FOR一冒號這個位置 然後就繼續再跑 除非說他已經答對了 那BRAKE BRAKE就是離開城市 意思就是這個城市就終止了 OK 所以基本上 後來1V 其實還蠻好理解的 反正以後你的邏輯 就是不斷要 跑 其實有點像是油門踩下去 跟電動車一樣 反正踩下去 那什麼時候要停車 就是前面偵測到一些障礙物 都一定要停車 概念是這樣 不過這個城市裡面 特別特別小心 這個城市因為是習慣性 是會這樣寫的 可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城市裡面其實 有一個地方 可能還可以再讓它優化的 什麼地方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個G等於Input 這邊又有個G等於Input 這邊有個G等於Input 所以等於有三個G等於Input 所以跟各位講 當然一般人習慣會把它寫成這樣子 那寫成這樣子 其實Run也是OK的 跑應該也不會什麼問題 上禮拜我們就這樣跑 也沒問題 可是呢 如果說你要讓它更精簡的話 其實可以思考一個點 理論上 這三行其實只要一行就可以了 只是說你要放的位置 一定要放對 你不能放在不應該放的位置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假設 你希望只放一個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放在哪裡 其實你可以放在畫有E貓號的下方 也就是說 假如說你底下這兩個不要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一行搬到畫有E貓號下方 也就是說呢 當它執行 產生一個亂數之後的話 再讓它去輸入 輸入完之後再判斷 所以其實基本上這一行 有沒有 跟這一行 基本上是可以把它刪掉的 也就是說 當然我們剛剛的那個思考 的程式寫法 只是比較接近一般我們口語的敘述 可是如果你要讓程式更精簡的話 其實理論上 只要放一個地方就好 放在畫有E貓號下方 也就是放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那基本上程式跑起來的結果 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你會先輸入之後再判斷 基本上應該OK 所以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比如說它跳出來 然後就拆 那當然我現在不知道RND是多少 所以我就拆一個 那一般拆10開始 那因為呢 它跟什麼 RND一比之間 發現呢 這個RND比我們剛剛輸入這個區域的值 有沒有 還要更大 所以它提示說 太低了 所以應該邏輯應該是跑到哪裡 跑到這裡 太低了 有沒有 所以RND一定比較大 但我們現在不知道RND多少 那所以我現在輸入15 因為它可能會11到20之間 太低了 所以呢 再來的話 一樣就扣 就變成說現在是16到20之間 那所以我就輸入18好了 OK Enter 太高了 所以又扣掉的話 那剩下16跟17 所以我就輸入到16好了 OK Enter 還是太低 那就17了 應該理論上就正確的 Enter 恭喜答對了 OK 所以呢 RND的值 那就會是17 OK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其實可以 完成一個簡單的拆數字遊戲 當然呢 以這個拆數遊戲延伸出去 其實還可以 做蠻多變化 因為數字呢 你可以不一定是1到20 你可以1到50 1到100 其實都沒有問題 只是說難度會太高 另外的話 拆數字呢 也不一定說只能拆一個數字 你可以拆多個數字 也沒關係 就是 只是說你這個Random Range 可能要產生 不只一個 一個一個亂數 OK 那其他的話 當然還可以延伸 就是比如說什麼 樂透彩開講模擬程式 其實也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結構 去把它產生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基本上 我把它放在雲端白板裡面的 剛剛改的 剛剛的部分是在第三個單元 所以你可以從雲端白板裡面的 第三個單元 的第幾頁呢 你可以往右邊這邊有個捲軸 這個捲軸的話 基本上 會是在第20頁的地方 那我們原來的程式版本在這裡 那後來我把這三行 把它精簡化之後的話 其實改完就只需要這一行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呢 程式寫完之後 可能你還要再看一下 有沒有辦法讓它更精簡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好